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三个月后 风志愿从台湾回来 他败业了恩师的故居 在迎接的人里 有人给了他一件红衣大师的遗物 一看 竟是事受所许 定当尊重那封自己给老师的信 当年红衣大师对风志愿有一个终身的嘱托 每隔十年完成一集互生话题 江苗来到的1949年 是老师70岁的诞辰 风志愿立即在当地租房三个月埋头作画 1949年4月 他带着沪生画集第三集画稿 来到上海 也迎接了一个新的时代 风志愿献给新中国的礼物 是绘画鲁迅小说 一项慈眉善目的风志愿 对永远是横眉冷对的鲁迅先生 行有独钟 他说 我把鲁迅先生的小说 一作绘画 使他们便于广大群众的阅读 就好比在鲁迅先生的讲话上 装一个麦克风 使他的声音扩大 当年 圆圆堂还没有被日本人炸毁的时候 风志愿常在寂静的午后 为孩子们送读鲁迅先生的小说 读着他就会流泪 听他读的孩子们也会流泪 然而 送读鲁迅的小说 风志愿就把鲁迅的小说画成画 三七年 五十四幅漫画阿Q正传 有学生带到上海南市城荒庙附近的印刷厂 交付印刷的时候 海南市城的炸弹吞噬 五十四块新版 连同原稿都成灰 一九三八年 重画阿Q正传 画稿在广州出版时 竟被日本人的炮火又毁了 九三九年 在画护生画迹第二季时 他同时又画了漫画阿Q正传 风志愿在出版的序言里写道 警告鲁迅先生 在天之灵 全民抗战正在促无民族之觉悟于身形 将来的中国将不富有阿Q即产生阿Q的环境 风志愿的漫画阿Q正传 在抗日战争最惨烈的一九三九年 终于面世了 到了九四九年 这本书十年里刊印了十五版 因为漫画阿Q正传 和护生画集一样 谁都能看懂 谁都能买得起 熟知鲁迅与风志愿的人说 鲁迅的文章里有风志愿的话 风志愿的话里有鲁迅的精神 鲁迅说 漫画第一紧要的是诚实 要确切地显示事件或人物的姿态 也就是精神 这似乎就是对风志愿话的评价 长遍天心万苦 历尽沧桑的风志愿 一生似乎没有因为悲伤哭过 但解放以后 他却常常为感动而落泪 我记得看那个时候 一个电影叫党的女儿 他看得哭 江姐他也看得哭 他这是感动的哭 或者一篇文章 或者有什么他会哭的 风志愿是为英雄的崇高 和纯洁感动 他们为人民的自由和解放 牺牲了自己的一切 他与残废军人握手 也禁不住热泪盈眶 他画了这幅菊花图 以最耐寒的黄花 献给最坚强的英雄 1959年 他对孩子们说 很想在国庆十周年的时候 替自己画一根甘蔗 象征新的生活 渐入佳境 新社会的美好 与风志愿的内心追求 是吻合的 经历过解放前黑暗 和腐败的风志愿 是真心热爱共产党的 也是在这一年 风志愿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 这是风志愿头一回到首都 他又见到了和他同龄的总理 总理对老画家嘘寒问暖 并问 您还画吗 画得多吗 要多给人民画一些画 以后 老人对孩子们唠叨 自己和总理在一起的场景 说着说着 又是满面泪流 因为他觉得 共产党最好的地方 就是人民大众的党 不是代表那些资本家地主 不是代表他们的利益 而是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 他以前画的 不也是最终画吗 所以他这一点 他是非常相似的 在建道总理的第二年 风志愿被任命为 上海中国画院院长 由风志愿领导人才积记 大家据说是最佳人选 以习惯了在家做文画画的风志愿 实在推脱不变走马上任 1962年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 专门为他拍了电影 老画家风志愿 电影中的画面 虽然明显留着摆拍的痕迹 但风志愿的笑容 在同一年的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上 他发表了著名的大剪刀讲话 把东青剪旗仿佛剃头 弄得珠珠东青一样高低 千篇一律 当时东青树会说话 会畅所欲言 我想他们一定会提出抗议 电影中深信书上的风志愿 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在文代会里埋下了祸根 1959年 风志愿如期按照和老师的约定 完成了护生画集第四集八十幅画 这时 据他第一次画护生画集 已三十年过去了 风志愿不断把画好的画稿 寄到新加坡 教那里的广洽法师出版 广洽法师是红义大师的佛门弟子 但风志愿并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何况在当时 这些画稿的内容被认为是迷信的 我想风志愿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 他其实在普世的你争我斗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坚持他的慈悲心 应该说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对老师的承诺 风志愿是刻骨铭心 一九六五年 几乎在翻译完原始物语的同时 风志愿又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五集九十幅画的创作 而红衣大师的九十岁诞辰 应该是一九六九年 风志愿为什么提前了四年 是天随人愿 是某种因缘际会的趋势 还是风志愿真的预感到要发生什么 现在 他对老师事受所许 定当遵循的承诺 只剩下红衣大师一百岁时 最后的一百幅画了 不幸的文革来了 风志愿遭遇了隔离审查 家伟超了 书画没收了 风志愿的文章和画 被定为攻击无产阶级的大毒草 他名列上海十大重点批斗对象 这是风志愿在那段时间里 每天要教的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天 一时早餐 八时学习毛主席著作 老三篇 时时休息 整理衣物 洗脚 全日不出门 却 实际的行刑是 山湖海啸一般的辱骂 日复一日的无休止的折磨 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看总归是报喜不报忧的 风志愿留胡须 是从母亲去世的时候开始的 已经留了三十多年的胡须 被人强行剪掉了 剪掉了 那个时候他还蛮开心的 他说野虎少不尽 春风吹又深 一九六八年的那一天 下着蒙蒙细雨 一群自称狂妄大队的人 逼着风志愿跪在画园的院子里 用热浆糊浇在他的背上 把一个大字包贴在他的背上 他根本就走不动了 用皮鞭凑打 晚上回家 女儿为很长时间没喝过酒的风志愿 倒了杯老酒 而女们从来没见过父亲这样的哭泣 眼前这花白胡须的老人 剔泪纵横 大滴大滴的泪 滴在酒杯里 我实在是热爱党 热爱新中国 热爱社会主义 可是他们不让我爱 他们不许我爱 哆哆嗦嗦一口喝完 掏出手巾 捂着脸 无业不能折 其实他倒是非常真心的 我没有反对党 没有反对社会主义 是吧 一定要 这杯苦酒喝了 风志愿 在以后的日子里 女儿们哭 还交线劳动 寒冬里 女儿风一吟 远远地看见田头 有一位老人 走上去一看 父亲胸前挂着一个破旧的棉花袋子 在地里摘棉花 寒风里头 眼睛被吹得泪汪汪的 老人安慰哭泣的女儿说 他们看我年纪老 派我做轻松的工作 然后我又到他睡的地方去 他先是不让我去 因为怕我看见了 那是什么 下下雪了 因为是个茅草屋了 泥地 下面铺一点稻草了 那个下的雪 就在他的枕边 因为河呢 好像他们拿水 就在这个河里拿的 那么后来 我才听说 他一天 只拿半盆水 然后就用一天了 不晓得怎么过的 这种意思 风自凯 那句关键的话 就是护身及护身 像风自凯 属于一个有教养人 有教养人 他觉得他自己 和宁静是这种人 三九炎寒天 半夜三更的时候 牛棚一吹哨赶出来拉链 严育骨息的风自凯 行动迟缓 老被推丧赤马 他只能每晚 穿着衣服不脱鞋子睡觉 在风自凯余下不多的生命里 这样酒洗 竟然成了一种习惯 很快 风自凯的腿就不行了 还因为严重的中毒性肺炎 他倒下 熟悉的医生 给风自凯开了病假 准许他回家 但他不愿自己的病好起来 他不再按时吃药 他希望把病拖得久一些 后来 甚至 他把药悄悄地扔掉了 这一年 风自凯76岁 妹子就起来了 在小床上 打开小台灯 用昏昏久违的画笔 一幅一幅五声画鸡 他有对老师尊重的诺言 和老师约定了 他 得见日升月落的窗边 承扶起一生的沉默 但他并不知道 心是他 高总会的 就是73年 真是 想起来 所以这个 六册东西 居然是个完整的 这个真是一个 奇迹 真是一个奇迹 看 一个正在登山的画家 说过这样一遍 无法牵出的世界 如果难处 那么 必须使难处的地 变成宽 使得在白居过后的堵塑 于是乎 产生诗人的天职 于是乎使命 凯的独白 他一生坚守了诗人画家的使命 他的画就是无声的诗 从此获得无比的丰富 感受到愚家的幸福 六册的第一幅画 马练其母 小马注视和追逐所有经过身边的白马 因为 他只记得 母亲是白色 这幅 营俱笔端 画的是一群苍蝇 执着的 前夫后继的阻挠这个判官 写下一个杀头冤案的判词 他给自己找麻烦 旁边都是那些 找反派 随时都可以藏进家里来 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你去画这种画感 画家担心 他们把笔盒墨藏了起来 风自凯哀求孩子们 你们这样会要了我的老命的 还给我吧 风自凯又画了这只鸳鸯 果盖 他悲鸣的头身沸汤里 因为 那里头正煮着自己的 他画高贵 杨高在吃母亲怀里的奶的时候 都是跪着 他画了那把头和尾巴支撑在沸腾的水里 倔强而无奈地在抵抗 但悲剧在一点一点地降低 他也是母亲 不终地画了孩子 这是第六集护生画集的最后一幅 这是1973年年底 风自凯终于画完了护生画集第六集的一本人士的壮破 据他1928年画护生画集第六集已过去了整整四十五年 一九七四年 在披黑化的乌烟瘴气中蹉跎过去了 转眼到一阵一年 邓小平复出 自1970年患病从农村回来后 这张小床伴随了风自凯人生最后的五年 它太短了 他要全曲双腿才能躺下 风自凯是守在这里等来1975年的 风自凯78岁了 九 越来越少 甚至他也很少再提笔作画了 不知为什么 他把1月1号到12月31号的所有日子 一天挨着一天的全都写上了 哪天是星期天 哪天是春分小暑 哪天是历秋冬至 过一天就划去一天 又过了一曲一天 老画家终于有机会回到了故乡 声音留给他的时间只有半年 我们从这张照片上 依然能读到他洋溢着的爱意 质朴与平和 尽管他分明地记录了 这位78岁的老画家 已是步履艰难 风自凯重返故里 河岸上人头积极 乡亲们几乎全部出动 排列在两岸黑压压的 我们无法再现当年的情景 但经历了这么多苦难的风自凯 却依然童真不变的内心 会是怎样的震撼和感动 是可以想见的 去日儿童皆长大 新年亲友半凋零 乡亲们要他写字画画 他一概满足 乡亲们约他明年再来 他高兴地回答 我一定会再来 然而半年未到 他竟去世 事实上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他已经患上绝症 只是没有查出来 直到他吃饭筷子也夹不住了 查出肺部的恶性肿瘤 已有拳头那么大 去世 他一直预感到自己将什么话也不能说了 那一天的晚上 他讲了特别多的话 他回忆此情形 每一次 每一个细节 天真的笑容 也在暖流中 似乎 他还有一种预感 他最后又补说了一句 不知道周总理现在身体怎么样 比 他一把握住 留下了这些不成方圆的图形 他内心的慈爱怎能画得完呢 他内心那样纯粹 他对人类的祝福是那么广大 他将死亡看作暂别尘世 1975年 52事08分 风子凯在上海华山医院的观察室里 安详地离开 他一生画了这样的画 画风一生未变过 从前没有人画这样的画 在他以后 还是没有人画这样的画 但是 越来越多的人们 已经知道真爱他了 风子凯一生最崇拜的人 是他的老师 红衣大师 风子凯说 我崇养红衣大师 是因为 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 像一个人 就是风子凯一生的追求 唱一万步道铁 方朝遍连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